清明連假就快到來 上班族這次有四天假期 不過大學生們放假標準 可是完全不一樣 有些放到九天 但有些學校只放四天 我覺得肯定會吧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時間有點尷尬 就是兩天的話 就因為四五還要回來上課 沒關係 就依學校公布為主 根據網路統計大學全假排行 放得最多的天數來到九天 包括淡江文化 東海福大 六天的則有成大 中正 北大 海大 正大世新 清大 陽明交大 則是放五天 至於台大 台市大 馮甲和中山 則只有四天 放月酒真的越好嗎 其實學生們的看法也很兩極 還好耶 因為反正我們只有16週上課 那放假放太多也不太好 事情也做不完 對 我們如果是做研究的 就是有休息就好了 有點空虛 放太多有點空虛 放太久就怕太空虛 但放太短又覺得有些可惜 學校這廉價到底該放多少天 真的也很為難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